我們一直在大學 二十幾年 我也是一個媽媽 教了這麼久的書 我們一直要本住一件事 就是無論他們要作出什麼選擇 他們吸收了這個資訊 那些知識之後 做人做事 特別有機會留在法律界 一定要有一個底線 底線不可以脫離 就是那個知識 事實和法律 那時候在他們佔中的現場 我們探過 差不多十一次不同的帳目 我找他們聊天 我記得有兩個同學是科大的 是工程 那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這個運動 已經go nowhere 你要知道你們是會輸的 那你們現在就清場了 那有沒有人叫你們走的呢 那他說沒有 那些人要叫他們留守 那我就問他 你在那裡多久 兩個多月 一大學一開波 他就在那裡了 那他說他看完我本自傳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為什麼今天你不站在我們這邊 你那時候是搞學生會的 你為什麼不站在我這邊 我就跟他這樣說 我說 就是因為我真的思考過 我真的愛中國 愛香港 此路不同 而且呢 全部人 你們這代人 你們問自己 有幾多個會選到立法會議員 有幾多個 將來你們這件事 是完全影響了你的前途 有沒有想過 我在那裡跟他們談了 幾十人 可不可以慢慢圍住 結果現在大家會看到 我好言相勸 有些聽我勸的 我覺得我是 令到他們 就沒有再出現 我起碼第二天見不到他們 自我入立法會以來 其實 反對派 都一直 是用這種 是破壞 議會秩序 這種方式 去議政 因此 那個局 我認為是越來越難的 我們就更加要 乘風破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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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